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热门课程期指实践示范班 由罗Sir亲身入市示范 正金白银作实力表演 教你短线炒卖技巧 那么吸引的课程 你又怎能错过呢? 5月8日 星期二 下午新班开课 快点来网上报名吧 字财TV 港股走势华理智 昨晚美股方面下跌 结六十二点 拖离今日港股 列口低开 低开一百四十三点 走势来说 反复上落 缺乏方向 不过美股来说 回远 今天高低波幅来说 一百一十点 行指收市价二万一千零八十六点 下跌了一百六十四点 评价方面来说 减少了四百五十五亿 近日来说 波幅不是太大 只有百多点一日 后续如何变化呢? 先来投标 今日大肆走势方面下跌 跌164点 走势方面近日来说 高低波幅不多 以今日为例子 波幅来说 只有110点 昨天来说 103点 前天星期三 148点 一般正常波幅多少度呢? 最少1% 换句话说 大肆二万一才怎么计 起码波幅210点才算正常 否则就比较牛皮了 所以现在来说 大家留意下 去回是回远 不过跌得未必深 因为你见到这些实心看 都比较短小 短暂来说 是有些回吐 不过跌得未必太深 你说个别股票里面有什么可以选 有一只可以选 808 一个房地产信托基金 云库产业信托 走势方面来说 之前升高 有些回吐 今天来说 10天加拳 升破20天加拳平均线 今天收市价来说 1.74 没有升没有跌 成家方面不算太大 只有100万 不过这些股票来说 在粒粒落落里面 有些人都喜欢买的 个别 说回今天大行的报告 大行方面今天很多时提及到什么股票呢 就是这个 美高煤中国 2282 2282来说提及到 目标价调升到16.7 买入的花旗提及到 摩通也提及到 它的业绩是负预期 真实看目标价18.8 这个股票来说之前的先幅已经不错 不过在近期来说 有一个状况怎样呢 有一个所谓的上落的横行 这个幅度来说 你看它方向没有向上走 不过动力不是太大 所以这个股票来说 如果大家再追买来说 要小心点 因为有时怕摸顶 如果真的要买的朋友来说 留意到几个位置 什么位置呢 这部份 我们有时叫这些位 这些位来说是叫一个什么状况 是指示位 如果要高追的朋友来说 一旦跌破这些指示线来说 最可能要止舍离场 这是保护自己的 要留意一下大家 和大家回顾一下今个礼拜走势 今个礼拜走势来说 其实比较反复一点 有些升有些跌的 今个礼拜 港股方面 礼拜五收市报 1,086点 全个礼拜来说 上升345点 香港也不错 但美股方面 到礼拜四来说 礼拜四收市 13,207点 下跌了22点 上证方面来说 礼拜五收市 2,452点 上升了56点 这也是好的 不过日本来说 今个礼拜很多假期 日本今个礼拜来说 一两天晚买 两天晚买来说 收市9380点 一个礼拜里面 跌了141点 所以近日来说 环球市场方面 比较反复一点 方向性不太大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